张颂文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被称为明星教父的张颂文 曾开设了一家 专门帮人提升演技的工作室 其中有很多明星 如钟翰良 林志玲 宋佳等都是他的客户 甚至还有不少明星是在公司的安排下 来找到张颂文学习 第二 刚毕业那两年 是张颂文建筑最疯狂的时候 第一年他建了360个剧组 被否定360次 但是他没有放弃 第二年第三年 他连续建了840个剧组 依旧没有一个导演认可他 对于这840次否定 张颂文花了15年的时间才忘记 第三 张颂文曾多次公开表示 会记姚晨一辈子 在张颂文无戏可拍 生活最炯破时 所有人对他避之不及 只有姚晨不仅把他介绍给导演 还亲自带着张颂文去试镜 甚至在电影街上 为了能给张颂文露脸的机会 姚晨冒着被骂的风险 当众将张颂文推散到话筒前 第四 张颂文曾是一位导游 还因为专业技术过瘾 张颂文曾获得过广东省最佳导游称号 在那个国内工资水平 只有500的90年代 万元户还算极少数 他的月工资就达到了2万 第五 张颂文演过袁永怡的儿子 但对于这件事 袁永怡惊讶表示不知 张颂文解释说 确实演过 只是不同时空 其实 在专丽涛之道的电影夜晚 终极一战中 张颂文确实演过袁永怡的儿子 只是两人在剧中没有对手戏 唯一同款 是张颂文饰演的儿子 为母亲袁永怡披麻戴笑 第六 狂飙导演徐济周 曾夸赞张颂文说 没有张颂文的狂飙 可能会是个大热剧 只能挣点钱 但张颂文出影 让这部剧载入了电视剧史册 但演技碾压影帝张颂的张颂文 在剧中每集片酬仅9000 一共只有35万 而张颂的片酬却高达3000万 第七 张颂文40岁 依旧没有自己的房子 43岁还在租房住 最窘迫时 一年仅几千块的收入 穷到房东每天追在他屁股后面要房租 为省钱他每天一顿饭 吃的还是去菜市场捡来的别人扔的烂菜业 第八 身为客家人的张颂文 出生于广东韶关农村 父亲是名军人 母亲是位中医 在他11岁时 父亲由于工作特殊照顾搬去城里 在全家人以为好日子马上开始时 张颂文的母亲在他13岁时罹患肝癌去世 第九 张颂文24岁时 才考入背影表演系制高班 因为比别的同学年长 一入校便被选为班长 之后他还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张颂文毕业时 因为专业成绩是全界第一 便被留校成为表演研究所的一名表演老师 第十 张颂文上学时是有名的戏痴 为了帮助自己练习表演 他在家里养了猴子和兔子 天天观察 因为他有口音 为了能练好普通话 每天都能在操场角落 看他在那里练绕口令